泰國馬公的轉變實在太快了 我住在這裏都追不及 就以這裏來說 屎龍路後面這裏曾幾何時 隔口位有71 接著有24小時營業的Boost 亦有其他店舖 甚至乎當日71的總捨自留在樓上 但現在全都沒有了 全都沒有了 整條街都沒有了 於是建立了一個新的Project 這個Project現在都已經成了形 我估計可能一兩年後又會搞定 你說變化多大 這個Project叫做Park's Lone 估計又會是商場酒店 Office那樣 值得留意的就是這個Project 外面還有一些小塊在這裏擺 這些小塊不是屬口屬面 是呀之前介紹過好幾次 這裏主要是一些大排檔式的美食 所謂的Sweet Food 你會見到地盤門外在這裏擺 但是大家又不覺得惠仙有什麼問題 問意食惠仙 最重要是大家可以找到餐食 而這些小販其實很多都已經在這裏很久 有些動不動都已經是三十年四十年了 對於住在這裏或這裏工作的朋友來說 這裏簡直是食堂 有不少人早午晚三餐都是靠他們的 全盛時期不單止本地人 連遊客都來光顧 盛在有風味有特色 後面這個位置曾幾何時叫做餵食一條街 在我之前《衝來泰國節目》裏面曾經介紹過 在疫情之前 應該是說這個Project未搞之前 在這裏擺檔 很多人在這裏光顧 本地人外國遊客都有很多 直至Project開始清採這些東西 清採這些東西當然是沙塵滾滾 但他們依然還繼續在這裏擺檔 大家亦都不介意後面地盤裝修這麼噁心 拆樓 他們又繼續在這裏擺 人們繼續來這裏吃 大家都不知多開心 直至今時今日 這Project也叫做成形 再沒有沙塵滾滾的情況 於是大家繼續很開心在這裏吃東西 他們亦都很開心在這裏擺檔 對於本地市民來說 這個開餐的地方依然保持得到 都算是OK 而最重要是這個Project 沒有限定位清理門 趕你走 不可以在這裏擺 又沒有這回事 所以大家又可以有餐飯吃 市民們亦都有東西吃 挺好的 還有我很喜歡吃這個Lobby 它那個檔口仍在 那個太太仍在賣 那你真的要光顧一下才行 就是這個檔口 就是這位太太 我都光顧了她好幾年 之前都還請介紹過她 這些小販對於部分街坊來說 又如朋友一樣 因為天天都看著 而且幫襯開有感情 不至於免費請你吃 但省多一件半件給你又如何 新鮮炮製熱騰騰的 露地印度式薄餅 真是很美味的 大家有吃過的話 不妨留言告訴我 你們的感受 這一檔 基本上每次我經過 都總見到有人在排隊 好少說 沒有人光顧我 只有我一個在買 每次都總會有其他的顧客在等 證明水準又回到差不多 試試一下吧 新鮮炮熱騰的露地印度式薄餅 完成了 只加糖和加奶 真是看到都滋味 對了 吃了 又多了一種味 什麼味呢 人情味 很難 這次說了很多次 其實老實說 這些露地印度式薄餅 很多地方可以賣 但是商場百貨 食物庫都有 為何覺得這個超正 沒有這個情意結 以前我住在這裡後面 室那裡 經常經過去光顧它 搬走了很久 但它依然依然依靠不倒 正所謂夫妻同心 其利斷甘 兩夫婦一起 經歷了疫情 經歷了這裡的千冊 還在賣 而且還有很多人來光顧 個個都繼續支持 這些我相信是人情味 大家沒有變心 於是今天來到這裡 又更加要捧場 這麼久沒有見 對不對 實在 嘿嘿嘿 味道有沒有改變呢 當然不會改變 好老實說 這些泰式地道的美食 很難或難不好吃 除非它本身對它有抗拒 一早已經覺得 嗯 你便覺得 怎樣都不好吃 但其實味道依然在這裡 依然是這麼美味的 以前在角落頭位置 因為沒有椅子讓你坐 我拍攝的時候 又很厲害 左手拿機右手綁著來吃 很不知如何 但現在它多了一些桌椅 於是就可以坐在這裡 凍木機在這裡拍 好多人排隊等著它的美食 給大家看看 你看看 多少街坊在等著它的美食 價錢35.1位 我覺得OK 合理 今天真是幸運 韓晚時分來到這裡 後面打光燈 這裡又打光燈 哎呀 燈光充足之下 我還以為是英俊 不就OK 其它海南雞、豬手罐、火粉 還有那些廣東式的麵 都依然在這裡 還有在這裡擺檔 沒有因為這裡的清差而要搬走 大家都繼續在這裡開檔 這裡的街坊門繼續在美食 挺好、挺不錯 繼續吃東西 不說那麼多 吃東西 快點 ケーキ 乳 라� 攻擊 將爐 踩着 hmm 庞 湯豬肉 湯豬肉 很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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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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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說超好吃 但這個湯底對於我來說真的蠻好吃 太久沒有回來這裡吃東西了 現在課真價實材料多多 沒有短 豬肉燉到淋一淋 還有豬肉丸 今晚不需要再吃飯了 吃這一頓就夠了 雖然今次甜品和正餐調轉了來吃 但不要緊最重要是可以吃 接著我們繼續出發繼續採訪 今集主題是找食男女 所以一定要介紹後面這間店 它名字正是找食男女 咦? 不一樣了? 對呀 不一樣了名字 轉了手 換了名字 我真的不知道 它沒有告訴我 以前的名字真的叫做找食男女 現在就變成另一間店 也可能因為疫情的關係 還關了 所以說變化大到 我住在這裡也更新 除了這裡多了一間新的店鋪 走兩步又多一間新的店鋪 這間也是新開的 接著終於來到目的地了 就是這個劈磅 劈磅 劈磅 走前一點看看 咦? 似乎不是想像中的那一回事 再次來到紅燈區劈磅 這裡 之前我拍劈磅的Museum的時候 那一集 也曾經見到在這裡 錄了一些店鋪 又開了燈 然後外面有一些桌子 有些女生坐在那裡吃東西 因為一些店鋪雖然賣酒 但同時有東西吃 有東西賣 賣東西吃的時候 亦都可以營業 以為一眾這些場所 又叫做暗渡塵倉開了 但今天來到 那些當日放了桌子在這裡的店鋪 又沒有開 又見不到桌子 又見不到有些店鋪開了 可能因為現在疫情又緊張了 所以政府又緊張了 警察又緊張了 大家緊張了 所以就沒有開了 再去前面看看才行 今集主題 賺食男女 本來還想著 有些賺食的男男女女 還在這裡 還有開 怎料原來 沒有開 沒有在 根據後面的告示 證明這個曾經重開過 說明人客門只需ATK 沒有問題就可以入場 但現在又關了 有些賺食的男男女 有些賺食的男女 有些賺食的男女 說實話 湖山這裡四野無人 你這樣一個人走 怕不怕呢 不怕 四野無人就是你覺得 其實周遭有人的 有很多Food Panda Gap 很多司機經過 萬一有事 我向他們呼救 他們應該都會救我 應該會的 經常說一個人走這些地方 黑蚊蚊 不是怕賊的 怕那些東西 對 都很寒寒的 陳幾何時在疫情之前 這裡真是旺到不得了 中心地帶 就是這些位置 小販沒人擺檔 買一些老番的產品 然後也有些人叫你 Shit S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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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cking Shoo 但是疫情之中 那些小販已經沒有開檔 很久很久了 相信有不少人 都已經是轉了行 都不出奇了 大家看一看 後面那裡 都是沒有店鋪開的 所以都不用再走 不如走旁邊的那條行 可能會有些發現 都不出奇 其實每次來這裡採訪 身體都叫做 有些不知怎樣處理 假設見到很多女士在這裡 那代表什麼呢 你應不應該說呢 又或者叫沒有 像今天這樣 對 沒有 沒開 但是 大家都知道沒有開了 沒有開了很久了 那我應該從什麼角度 什麼態度去處理這些事情好呢 只能夠這樣說 對呀 沒有冷氣 那些人怕熱就站出來 你知道天氣熱了 沒有冷氣很難受 所以那些人就走出來 這樣走 走了那麼久 終於找到可能是唯一一間 正常營業的酒吧 酒吧的老闆應該是外國人 幾個人在這裡吹水聊天喝酒 裡面還有東西吃 之後繼續走 似乎全部都關了 沒有一間開門 這裡旁邊還有一些小舖 這些小舖也是關門 相對於巴提亞來說 巴提亞就叫熱鬧得多 都依然是聲色犬馬 燈紅酒綠 有些地方有音樂廳 也有酒飲 也有些人一夜站 整晚站在這裡 也有人一夜坐 整晚坐在這裡 曼谷這裏來說 相對來說就正好多了 這間就是上次採訪過的 Pepang Museum 看來都好像關了門 另外有開的就是左手邊的 Toletti 即是美爾廉和Food嶺 其餘的店鋪 真的全部關了 剛才走到某個暗角位 有明戴口罩的男子走出來 他說We are open 即是說他有開 即是有暗渡塵倉 但我沒有興趣去採訪 還有一件事說 因為真的開 一個不過去的時候開 打開袋裡有把刀 你就麻煩了 所以都是那句 色字頭上一把刀 今天來更新 找食男女的事情 主要是告訴你 現時最新的情況是怎樣 而不是呼籲 或者勸喻大家來光顧 你知道疫情之中 很多東西都不同了 人心也可能會不同 所以每樣都是小心點 希望大家喜歡喜歡這條片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Wei聰 多謝 多謝